接下来走上我们红盘的 就是我们微博之夜的话题榜 我认为是很有话题的一位男性 让我们欢迎肖战 欢迎肖战 欢迎肖战 肖战主演的《斗罗大陆》前阵子正在热播 让我们期待他后面的作品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肖战 为我们带来的音乐和影视作品 让我们感受到他充满正能量的性格 以及希望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 都能够在难熬到2020年熬过之后 2021年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状态 迎接21年 我那天在网上听肖战的歌 看了一个网友评论我看哭了 他说听了这首歌多年之后 我的女儿问我 妈妈这个人是谁 我说这是妈妈年轻时的偶像 说妈妈你骗人 这是爸爸 哦没有了 这是一个很冷的梗 但是我看了 确实太冷了 今天已经很冷了 你就不要再让我们更冷了 好不好 来欢迎肖战 来请到我们下一个拍照点 拍照 我刚才说网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论 肖战一直在听 四万两千多名逆行者 毅然出征 殊死奋战 当我们亮起手机屏幕 一条条微博 拼接出了人间的烟火 和人性的温度 让我们首先致敬 医者 巨大的能量 与勇气 感谢您 在2019年 我是武汉人 作为武汉啊 感谢你们 白衣指甲 慷慨逆行 感谢你们 为武汉 听过命 他不仅通过微博呈现 抗疫一线 最真实的现场 更运用专业知识 开展健康科普 三月五日 一张照片 被人们转发了无数次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27岁的上海中山医院 原厄医生刘凯 陪伴着病床上的 87岁老人 沐浴在夕阳下 一轮暖阳 两个生意 目光是同一个方向 人坚持的 有你真好 被误打误撞 滞留在武汉 当上武汉第一医院 保洁志愿者的 大连小伙 蒋文强 我想起了 连续60天 每天24小时 给医护人员 送餐的武汉烧烤店老板 邱贝文 在微博上 他写下了一句句 朴素的话 他们缺吃的 我就送他们吃的 鸡汤炖好了 明天就送 疫情过后 一位网友 专程来到这家烧烤店 他在微博上写道 人 总要仰望点什么 向着高远 支撑起生命 和灵魂 还为工地上的 小叉车 搅拌车们起名 共同见证了 中国建筑 创造的 世界奇迹 我神山宝宝 争鸣的活动 最后 孩子取名为名灿 名就是名记 我们也把敬意 送给那些记录者 传递力量勇气的人们 这一年 值得致敬的面孔 有太多 一亿次信息 小小的微博 凝聚起了 大大的相信者 求助超话 构筑起了一条 守望相助的 生命线 在这其中 一定有你贡献的力量 无论我们身处何地 这方寸之间的 广阔天地 都有着我们 最深切的共鸣 走过这一年 来了 又一个春天 就让我 微博里的故事 常常是平凡的 但微博的力量 始终都不微博 这些在微博上 让我们肃然起敬的榜样 让我们欢迎 张继先医生 钟明医生 林楚眠医生 刘凯医生 让我们欢迎 中国建筑代表 汪世峰 刘成 他们是微博之夜的 星空里 最闪耀的星辰 让我们现在 像他们一样 义无反顾的身影 才最终凝聚成为 我们可歌 送上象征着 敬意的鲜花 表达我们对于 各位的敬意 欢迎两位 朋友们请允许我特别为您 介绍这一位 这一位如果您对他的事迹 都了不起 再一次把我们的致敬 送给台上的每一位 谢谢你们 有请各位落座休息 一年前正当大家 驰援湖北 驰援武汉的时候 在这里念一个小小的名单 因为这十个志愿者 都是韩红爱心基金会的 明星志愿者 两个月前刚刚加入 韩红爱心团队的 肖战 我觉得你不是在恋爱 是在棒打鸳鸯 我跟你说小年 我转发了那条微博 才至于让 微博king 记忆中明亮又热情的夏天 他踏光而来 潜心打磨作品 真诚回馈热爱 凡事过往 皆为序章 他一步一个脚印 坚韧不拔 为梦想而战 微博king 肖战 恭喜肖战杨子问定 2020微博king and queen 请登台 捧起属于你们的微博之光 有请二位 超级绅士的肖战 当然也非常美丽的杨子 像花仙子一样 对 来吧 有请二位 欢迎你们的微博之光 同时也要欢迎 新浪董事长兼CEO 微博董事长 曹国伟 请三位 何影留念 好 谢谢曹总 谢谢 辛苦了 King and Queen 请留步 请二位留步 如果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去年好像也是二位 获得了这个殊荣 是不是 但是跟去年最大的不同 就是杨子又瘦了好多 哇 真的 两位 再次热情 祝贺二位 微博King and Queen 不要跟去年一样了 去年用感言的方式 用说的方式 今年我们不说 我们做 其实也是 用笔来画下此刻的心情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的题板已经准备好了 其实两个人平常也是喜欢 准备了这样一个环节 好 来 所以接下来 要把自己此刻的心声 用笔画下来 嗯 看看他们会画什么 好像画了个月亮 杨子 小展的那个圆是 是太阳吗 杨子画完了 杨子画完了 来来来 采访一下 这是什么心情 你这是 要不这样 让小妮先猜一下 当然 看看你懂不懂你人心 我大概能理解他画的是一个月亮 但我感觉好像是吃一半的月饼 这个表面说一说你画的是 我画的是一个太阳 我希望 不仅仅是我自己 然后所有人可以像太阳这样 向阳而生 然后给自己给周围的人带去力量 两位都是闪闪发 横批是余生请多指教 真棒 好 谢谢 谢谢二位 真心的希望两位能够保持那份赤子之心 能够向阳而生 积极向上 对不对 自由如风 无畏去爱 好好加油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 有请两位稍坐休息啊 有请我的两位搭档来到我的身边 好不好 然后比出两个大拇指 中国赞 好不好 我想现在大家如果看到微博 我们这个微博热搜 会看到太多太多的 有趣的可爱的感动的瞬间 深深的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也谢谢各位为我们创造这份美好 来吧 有请 来 有请各位 我们后面来的一些明星嘉宾 靠这一边来 来 准备好 来 我们现在全场开始 靠近一点 来来来 我们请子鸡来 先把手放下 我说五四三二一 我们一起 每一位英雄的 见更美的普通人的 他更激活了我们对于未来 最美好的期待与憧憬 让我们详维彼此 共同为未来奋斗 努力 来吧 朋友们一起记录下 这样一个光荣而美好的时刻 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参与 观众朋友们 2020微博之夜到这里 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感谢本次活动的总冠名 纯真的大力支持 2021 廖您好运 廖时才真 才是纯真 感谢